高考前夕,我妹跟我说我是山沟里拐来的,没资格用她爸妈的钱上大学。 姐,考不好没关系,听说你爸妈在老家还有地可以种呢。 她笑得不无嘲讽。 7月9号认亲,我亲爹紧张搓着手, 嫩嫩,考不上无所谓,咱家里十几个山头呢。 实在不行,爸帮你捐个楼。 我从小就知道爸妈偏心。 从有记忆开始,我妹想要的玩具,只要撒个娇,立刻就能得到。 而我只能等她玩腻了,才能在征求了她的允许之后摸一下。 我们俩发生矛盾,也永远是我被锅,被批评,被罚不许吃饭。 你是姐姐,要让着妹妹。 这句话我听了无数遍。 现在,我终于知道了原因。 一个外来客,怎么能觊觎主人家的东西? 考场上,我妹吴可欣的那些话,再次在我脑海回荡。 我知道她就是想看我考杂,像是过去这些年的每一次。 但凡我表现出一丁点比她出色的地方,她都会变得烦躁易怒。 所以,她特意选在这个时间,想看我一败涂地。 六月的天,燥热不堪,我握着彼的手心全是汗。 考完最后一门,我回了家,空无一人。 吴可欣发了朋友圈。 他们一家三口,在游乐园门口,笑得开心。 谢谢爸爸妈妈,专门请假来陪我,摸啊。 一家人回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点。 念念,你父母的事,你已经知道了吧? 他们明天过来。 我妈,哦不,我养母主动开口,正好你回来了,把你卧室的东西都收拾一下,别落下什么了。 吴可欣凑到我耳边冷笑,你吃喝都是用的我家的,我懒得计较,至于你用过的那些东西,留在这也是碍眼,还是都带走吧。 不然回去了,想再买,可得好些钱呢? 我没理他,只抬头看了一眼,我曾经喊过爸爸妈妈的两人。 从吴可欣的嘴里,我已经知道了我前十八年的人生。 养父母结婚十年,始终没能生出孩子,最后无奈选择抱养了一个刚刚满月的女孩,我。 一开始都很好,直到三个月后,我养母检查出怀孕了,于是我就成了一个多余的人。 直到现在,我亲生父母找来了,他们终于可以把我这个累赘甩脱了。 谢谢这么多年的照顾,钱我会还给你们的。 我平静到,吴可欣差点笑出声,别了吧,你爸妈重地赚点钱也不容易。 我转身回了房间,对完高考答案后,开始盘算能拿到的奖金,等待第二天的到来。 十一点,我拎了一个双肩背包,在楼下等着我亲生父母的到来。 其实没什么可收拾的,这些年,这个房子里,没有几样是属于我的。 吴可欣忽然惊呼一声,兵力。 我们这是个二线城市,兵力还是不常见的,尤其开到我们这个老小区的。 然后,那辆兵力停在了我面前。 一对中年夫妻下了车,神色激动。 娜娜,我亲生父母的确是种地的,但那只是他们产业的一部分。 除了老家的千努果园,他们还有三个山区度假村,以及两个高尔夫球场。 娜娜,怎么这么瘦? 我妈心疼的摸了摸我的脸,是不是高考太辛苦了? 我摇摇头,认真打量着他们。 其实对于现在的我来说,他们两个就是陌生人。 可是看到他们的这一刻,我才发现,续元核基因这种东西,真的很神奇。 吴可欣是大眼睛双眼皮,我却是单凤眼。 他一米六,我却比他高出大半个头。 我一直觉得父母偏心,一部分原因在于吴可欣比我长得更像他们。 可原来,我是长得像我自己的爸爸妈妈。 其实高考前一个月,我们就已经确认了你的身份,恨不得立刻过来找你,但是怕影响你考试,就拖到了现在。 我妈说着,眼眶泛红,喃喃,你会不会怪爸爸妈妈来晚了? 怎么会怪? 这时,吴可欣有些尖锐的声音忽然传来,叔叔阿姨为了姐姐的学业,真是沙费苦心啊。 姐姐,真希望这次你能考出一个好成绩,也不枉费叔叔阿姨的这番心思了。 腔调里是掩饰不住的阴阳怪气。 我握了握我妈的手,回头看去。 养父母的视线时不时往那辆兵力上扫,向来树立的脸上竟是显出了几分紧张和局促。 他们就是普通家庭,估计也没遇到过这种场面。 吴可欣盯着我,原本的嘲讽和鄙夷被嫉妒和怨罪取代。 他忽然露出一个古怪的笑,不过就算考不好也没关系,毕竟姐姐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 有叔叔阿姨在,以后应该什么都不愁了吧。 养父皱了皱眉,大概也觉得吴可欣这话听得太酸了,趁着他们莫名气短。 可欣,怎么说话呢? 就算以后念念不是咱们家人了,以前也毕竟一起生活过那么多年。 我考什么样都是我的事,用不着旁人来操心。 我诞生开口,不过吴叔叔说得对,到底情分还在, 所以同样的祝福也送给你,希望你能超常发挥。 吴可欣和我差了一岁,但我晚了一年入学,和他同级。 养父母给出的理由是我们两个差不多大,一起上学还能彼此有个照应。 当然,说是我给他收拾烂摊子,比较合适。 吴可欣脸色一沉。 他成绩不好,听到我这话,当然不会高兴到哪去。 我爸在旁边,却忽然开了口。 娜娜,嗯,能把你找回来,看到你健健康康的,爸爸妈妈就别无他求了。 我爸紧张搓着手,神色小心翼翼, 喃喃,考不上也无所谓,你要真想上,咱家里十几个山头呢? 实在不行,爸帮你捐个楼。 我发现,我爸好像真的在担心我考不上大学, 并且在非常认真的为我丑化出路。 我忍不住笑了一声, 爸,您别担心,我成绩虽然一般, 但找个学校上上,还是没问题的,不用您这么破费。 我爸当即道,给我们家喃喃花钱,哪能叫破费? 余光里,吴可欣的脸色更难看了, 估计他也没想到我爸妈居然真的舍得给我花这个钱。 喃喃,你的东西呢? 我妈问道,你叔叔伯伯他们都在家里等着你回去呢? 咱们收拾好了就走,要不要妈妈上去帮你拿? 我立了下手里的双肩包,我已经整理好了,没往什么, 咱们这就走吧,别让各位叔叔伯伯等急了。 什么?就这么点东西。 我爸先是震惊,而后很快明白了什么, 豁然看向了我养父母,眼中浮现怒意。 我养父母尴尬道,男男这孩子一直住校, 家里的东西留的就不是很多,而且高考完了, 他也大了,好多东西用不到就都扔了。 我笑了笑,今天是高考完的第一天, 他们扔我的速度,比扔垃圾的速度还快。 我妈用力握了握我的手,算了, 楠楠,跟爸爸妈妈回家。 我跟着爸爸妈妈回了老家, 一大家子二十多人,热闹得不得了。 从他们的话语中,我也终于知道, 原来当初我妈刚在医院生产完, 就有人贩子乔装打扮成孕妇, 把我偷偷抱走了。 辗转一个月后,把我卖给了我的养父母。 那个人贩子已经被抓了,要不是为了你, 孩子,你爸妈绝对不会就这么轻易放弃追究买家。 大伯多喝了几杯,眼眶泛红。 他甚至连养父母这个词都不愿意说, 而只称呼买家。 你不知道,当年你丢了, 你爸一晚上白了头发, 你妈有好几次都, 话没说完,我爸打断了他。 跟孩子说那些干什么? 楠楠刚刚高考完, 让他好好放松放松啊。 对了,楠楠, 你想好上哪里的大学了吗? 北京吧。 我到。 我爸先是一愣, 然后连连点头, 北京好, 就北京了。 学校多, 好挑。 当晚, 经过爸妈的房间, 我发现他们正捧了一本厚厚的志愿书看。 我妈小声, 我看着北京的学校也不怎么好挑啊, 怎么大专业这么多呀。 我? 我爸, 咱们不是看过楠楠高中成绩了吗? 要是发挥好了, 还是有希望上个二本的吗? 我妈忧心忡忡, 但是他们家那个女儿的意思, 楠楠高考那两天状态不太好, 估计孩子自己压力也大呢。 再加上突然认亲, 别担心, 我爸安慰, 咱们先筛选出一部分, 等分数出来了, 再让楠楠自己决定。 高考完的暑假很清闲, 吴可欣的朋友圈晒满了他们一家三口旅游, 聚餐, 看电影的照片。 很完美, 很幸福的三口之家。 一开始, 还有共同的同学朋友会问起我, 吴可欣就公开回复了一句, 念念节, 找到亲生父母了, 恭喜他, 不过关于我亲生父母的情况, 吴可欣却是没怎么提, 模糊了过去。 之后就再没人问了。 出分前一天, 我正在陪着爸妈吃饭, 接到了一个电话, 来自北大招生办。 喃喃, 刚才那是谁打来的呀? 我妈好奇问道, 北大招生办。 我喝了口汤, 再次抬头的时候, 才发现餐桌上的另外两人都定住了一半, 就是跟我聊了聊奖学金和报专业的事。 我解释了一句, 半晌, 我爸终于动了, 他掐了自己一把。 他先是疼得咧了咧嘴, 然后骤然兴奋起来, 是真的, 北大给咱们家楠楠打电话了。 我妈难得接吧, 楠楠, 这, 这到底, 话没说完, 电话又响起来。 这次我开了工放, 打来的是清华招生办。 谢谢老师, 我会和爸爸妈妈以及老师一起好好考虑的。 直到挂了电话, 我爸妈还处在精神恍惚的状态里。 这, 这生日代表咱们楠楠考得特别好。 距离今晚零点正式初分还有一段时间, 但这些招生办的老师是能提前知道某些考生的成绩的。 我想了想, 老张那边或许知道。 老张是我们班主任, 教了一辈子书喜欢碎碎念的小老头。 正说着, 老张的电话也来了, 神神秘秘又带着藏不住的激动, 无念。 告诉你爸妈, 这次可得请客了。 我也笑, 好。 他又开始念叨, 我就说, 我就说, 当初你那个中考成绩跟着你妹妹来五中, 实在是亏大了。 后来你成绩一直往下滑, 我就说是你爸妈糊涂。 好在你这孩子争气。 争气? 老张的话让我想起一些旧事, 听他说了话, 我笑着道, 那您到时候一定要来。 老张高高兴兴答应了。 我把老张的话转述, 我爸当即大手一挥, 请, 必须得请, 挑最贵的, 把你的老师同学全都请过来。 我在他脸上看出了迫不及待花这钱的感觉。 就在他们俩商量着挑哪个酒店半夜席的时候, 手机又响了起来, 没有备注, 却很是熟悉的一串号码。 来自我养母。 念念, 刚才, 刚才你张老师打了电话过来, 说, 说电话里, 他的语气腔调和让我收拾东西, 别落下什么的时候, 全然不同。 带着茫然, 震惊, 以及不可置信的试探。 我这才想起, 老张还不知道我已经离开了无可心的家, 回到了我亲生父母这边。 因为正赶上我高考, 我爸妈怕影响我, 就一直很低调, 结果闹了这么个乌龙, 北大招生办真的给你打电话了。 是不是搞错了? 你, 你怎么? 确实搞错了。 我平静开口, 不止北大, 清华也打了。 我正说要请张老师和我爸妈商量商量, 看到底选哪个呢? 对面的声音骤然消失, 一片死寂。 我诚恳道, 打扰到你们了, 实在是不好意思, 不过请放心, 之后我会和他们交代清楚。 这样的事, 绝不会再有第二次的。 凌晨, 我的高考分数正式出来。 703, 电话微信直接被无数消息挤报, 一夜之间, 我成了所有人关注的焦点。 同时, 我也知道了吴可欣的成绩, 421。 你怎么可能考出这样的分数? 你肯定作弊了, 吴可欣在电话里气急败坏, 嗓音尖锐。 你可以去举报, 我有情提醒, 你, 不用想也知道, 吴可欣这会儿肯定气疯了。 然后我又接到了他爸的电话, 笑呵呵的。 念念, 这次你考得这么好, 咱们一家人明天一起出去吃顿饭, 庆祝庆祝。 这么多年, 他主动打给我的次数, 屈指可数, 少有的几次, 也是为了吴可欣。 我不明白他们明明昨天才迫不及待将我赶出来, 现在一扭脸, 居然又成了一家人。 不好意思, 我最近都挺忙的, 应该没省时间。 我挂了电话。 第二天, 老张让我去一趟学校, 接受采访。 五中在全市高中里排名倒数, 往年能多上线几个一本都要大力宣传, 更不用说这次。 对了, 记得带上你爸妈, 请他们分享一下教育经验。 老张笑呵呵。 当看到陪着我一起过来的爸妈的时候, 老张迷茫了一瞬, 揉了揉眼。 我这是老花眼了。 吴念, 你爸妈怎么好像和以前长得不太一样了? 我把事情简单和他说了一下, 老张的眼睛越睁越大。 我爸妈上前, 再三感谢, 楠楠常说您帮了他很多, 这几年真是太谢谢张老师了。 老张这才回神, 连忙到哪里哪里, 楠, 这是吴念的名字。 楚越。 我妈笑着道解释, 楠楠是她的小名。 我们打算等通知书下来之后, 就把她的名字改回来, 这样等到学校报到后, 就能直接改档案。 毕竟已经高考完, 为了不影响我的录取, 爸妈还是打算等我到了大学, 再用回本名。 这也意味着, 从此以后, 我和过去吴念相关的一切, 都一刀两断了。 老张愣了会儿, 扭头看向我, 目光复杂。 梁九, 才感叹道, 我就说, 姐妹两个, 父母怎么能这么偏心? 原来, 她顿了顿, 没有继续往下说。 然后她冲着镜头, 激动地指点江山, 说到底, 还是这孩子自己聪明懂事。 我教一辈子学生, 这还是第一次出来的能上清北的呢。 这能是我教出来的。 全是这孩子自己考的, 在旁边等着上进的校长。 我, 五中的声援和狮子力量摆在这, 老张也是时尚的有点过分了。 我爸妈也蹭了个镜头, 上过不少次财经杂志的我爸, 居然紧张了起来。 其实这些年, 我们没有尽到父母的责任, 亏欠孩子太多。 是他自己出色, 优秀, 他是我们永远的骄傲。 那段采访, 很快传遍了整个朋友圈。 除了我的高考成绩, 这次同样备受关注的, 还有我爸妈。 吴可欣之前, 祝福我找到了亲生父母的那条朋友圈下面, 热闹得不行。 吴念亲生爸妈看起来好像很有钱的样子, 他爸手上戴的那块表, 我搜了一下, 七位数。 卧槽。 吴可欣, 你姐是超级富二代啊, 这事儿你盛世早就知道了。 羡慕羡慕羡慕。 什么? 我out了, 我才知道他们不是亲生姐妹, 看到父母采访的时候我还奇怪呢, 怎么和印象里的不一样了。 吴可欣回复了最后这条。 不奇怪啊。 虽然我爸妈养了我姐18年, 但也就是普通职工而已。 和亿万富豪的亲生父母没得比, 他会这么选, 也很正常的啦。 他这话说得很有水准, 完全看不出他高考文科只考了300多分。 一句话轻轻松松给我扣上了一个 贤贫爱富的帽子, 后面跟了好几条其他亲戚朋友的评论。 吴念这么做不合适吧? 养恩大于生恩, 怎能因为亲生父母更有钱, 就不要养父母了? 这孩子从前看着文文静静的, 真是没想到居然是这样的人。 考那么多分又有什么用? 人品和学历从来不挂钩, 啊。 这些一年都未必能和我说上一句话的人, 这个时候倒是都跳了出来, 为吴可欣一家打抱不平了。 我懒得在意, 退了出来, 继续和爸妈商量抱志愿的事。 但没想到的是, 不到一天, 这件事就被我爸妈知道了。 囊囊, 你那个, 那个吴可欣, 实在是太过分了, 他怎么敢这么说? 我爸满脸怒意, 拿着手机给我看, 我这才发现那居然是吴可欣的一个小采访, 地点是在他家客厅。 标题和文案都很别致, 高考703学霸女生寻回亿万富豪父母后 与养父母家断联。 吴可欣脸上带着抱歉的笑意, 真是对不起啊, 我知道你们今天过来是想采访我姐姐的, 但她现在已经不在家里住了。 高考完第二天她就跟叔叔阿姨走了, 大家最近很忙吧, 没怎么和我们联系过, 所以我们现在可能也没办法请她回来。 不过还是祝福姐姐, 希望她以后不管在哪里都能过得开心。 评论区直接炸了, 没搞错吧? 就因为青天吧有钱, 就迫不及待跟着走了, 对自己的养父母和妹妹没有一点留恋。 虽然不是亲生的, 可怎么说也养了将近20年, 良心呢?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这是生怕被养父母家沾上吧? 养父母也是够倒霉的, 这么多年就养出来一个白眼狼。 我爸气得不行, 什么养父母? 他们当年是从人贩子手里买走你的, 要不是他们, 咱们一家也不至于分开这么多年。 再说了, 我自己的亲生女儿不跟我走, 难道还要继续待在他们的地方受委屈? 我正要劝他, 手机忽然收到一条陌生短信。 呃, 心, 你这样的人, 就算是上了清华北大, 也不过是人渣。 很快, 第二条, 第三条, 短信和电话开始被人轰炸, 微信里也满是带着乳骂的验证信息。 我重新点开了那条视频, 有一条热屏被顶了上来。 无念啊, 五中的谁不知道他就是医学渣, 这分数怎么来得还两说呢? 没想到, 居然还这么没良心, 158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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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是他的电话, 不屑, 拖无可行的福, 我彻底火了。 有人在网上晒出了我高三的考试成绩, 看到没, 他整个高三连一次五百分都没上过, 哪怕是在五中这样的垃圾学校, 也就排个中等, 这样的人能考703, 超长发挥也没这样的吧? 他这高考分数真的没问题, 各种质疑和辱骂接踵而至, 然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无可行, 却将自己摘得干干净净, 完美隐身了。 我去让他们把这些乱七八糟的报道都撤了, 我爸脸色难看, 我摇摇头都是些营销号, 为了充PKI, 什么都能做得出来, 那难道要这样看着他们污蔑你? 我爸声音高了一个八度, 当然不能放任他们这样了。 我养母再一次打来了电话, 语重心长, 念念, 你是要上全国顶级学府的, 怎么能还没入学, 就背上这样的污名? 这样, 明天我和你爸爸帮你办一场庆功宴, 你过来一起吃顿饭, 那些谣言不就迎刃而解了吗? 庆功宴? 我觉得有点好笑, 专门给我办的吗? 当然了, 这事儿我和你爸筹备了好几天了, 包了最大的包箱, 亲戚朋友知道你这次考得好, 都想见见你, 跟你说一声恭喜呢, 我第一次知道, 在他们眼里我居然这么重要, 吴可欣呢? 我问道, 他也去, 电话对面死记了一瞬, 片刻, 他苦口婆心劝道, 念念, 我知道你妹妹网上的那段采访, 给你造成了一点麻烦, 但他也不是有心的, 谁知道那些媒体会那么写, 这不能怪他, 他也很自责的, 念念, 你是当姐姐的, 让着他点, 真是奇怪, 我已经离开了他们那个家, 我也已经不再是吴可欣所谓的姐姐, 现在居然还这么理所应当地要求我做出让步, 他要去也行, 但是要向我道歉, 我道, 你这孩子, 怎么还是这么倔, 养母脱口而出, 爸妈也是为了你好啊, 行了, 就这么定了, 明天中午十二点, 宁宾大酒店, 别迟到了, 电话里忽然传来吴可欣尖锐的声音, 凭什么要给他办酒席, 明明我才是你们亲生的, 他妈低声劝他, 怎么说都是你姐, 再说, 亲戚朋友都通知过了, 这时候取消, 你让爸爸妈妈的脸面往哪儿搁, 吴可欣不说话了, 似乎摔了什么东西, 我像是没听见, 笑了笑, 好, 我会准时到的, 明天见, 南南, 明天我们陪你去, 听说了我的决定之后, 爸妈说什么都要和我一起, 被我拒绝了, 就是过去吃顿饭而已, 而且正好有点东西要还给他们, 你们不用担心, 虽然他们没有当着我的面说过, 但我清楚地知道他们心里对于我养父母是非常抗拒和厌恶的, 让他们在一张桌子上吃饭, 无疑是巨大的折磨, 见我坚持, 爸妈终于让步, 第三天, 他们开车把我送到了酒店门口, 大厅放着指示牌, 服务员一路把我引到包厢, 里面已经坐了二十多个人, 喧嚣热闹, 房间内甚至还挂了一个刚刚做出来的横幅, 喜庆得不得了, 热烈庆祝爱你无念, 高考七百零三分, 两父母被围在中心, 满面红光, 吴可欣阴沉的脸坐在一旁, 吴念来了, 不知道拐了几道弯的亲戚, 回头看到我, 高声喊道, 我走了过去, 吴叔叔, 孙阿姨, 两人表情一僵, 不过很快恢复如常, 我养母笑着过来拉我, 你这孩子, 怎么不喊爸爸妈妈了, 我不动声色避开了他的手, 那就不避了, 别惹得可欣又不高兴, 吴可欣瞬间站了起来, 椅子在地上拖出刺耳的声音, 吴念, 你什么意思啊, 我客气提醒, 我不是吴念, 我原本的名字叫楚越, 气氛尴尬到了极点, 我管你叫什么, 这些年你吃得用的, 那样不是用的我爸妈的钱, 现在知道亲戚妈有钱, 扭头就不认了, 你又有什么脸站在这说这些话, 可欣, 我还没说话, 我养父母倒是先急了, 一把扯过他, 今天是专门给你解办庆功宴的, 你少说两句, 吴可欣大概从来没有被他们这么说过, 难以置信地睁大眼, 怎么, 就因为他考得好, 所以现在他才是你们的好女儿了, 而我不能给你们长脸, 就什么都不是, 就必须忍气吞声, 是不是, 因为脑恨, 他的声音极其尖锐, 啪, 一道响亮的耳光声响起, 我养父一手指着吴可欣, 怒吴, 你再胡说八道些什么, 吴可欣捂着半边脸, 动作僵硬地抬头, 你打我, 我养母也慌了, 你打孩子干什么, 这可是你轻骨肉, 你怎么能为了一个外人打他, 我养父是个极好面子的人, 吴可欣那番话让他脸面无光, 他怎么能忍, 都是你惯的, 他气急败怀, 看看把他养成什么德性了, 丢人现眼的东西, 原本喧闹的包厢一片死寂, 无数八卦而充满探究的目光, 在我们几个人之间徘徊, 带着看热闹的兴奋, 哗啦, 吴可欣直接掀了桌子, 哭着跑了出去, 所有人都没料到他居然会来这一出, 全都愣在当场, 我拿出一张卡, 递了过去, 我说过会还你们钱的, 这里面存着我所有的奖学金, 不多, 但供吴可欣上的大专还是够的, 至于这场宴席, 我一个外人, 就不参与了, 再见, 刚回到车上, 爸妈就一脸紧张地看着我, 南南, 怎么样, 他们有没有欺负你? 没有, 算是和他们把话说清楚了, 我没把那一堆破事说给他们听, 换了话题, 对了, 爸妈, 我想报北大的数学系, 你们觉得怎么样? 当然可以, 南南想报什么, 报什么, 我爸现在已经形成了条件反射, 我说什么他都双手赞成, 我妈还是有点担心的样子, 那网上的那些谣言, 他们答应帮你澄清了, 那不太可能, 毕竟今天我让他们丢了这么大的人, 我冲他一笑, 你也说了, 那都是谣言了, 亲者自亲, 我换了手机号码, 断了和吴可欣一家人的联系, 生活回归亲近, 每天的主要任务, 就是陪着爸妈, 同时劝他们不要再给我买东西了, 自从我回来, 他们就热衷于给我添置各种各样的物件, 尤其是衣服鞋子这一位, 这又花不了几个钱, 我妈拿着一件裙子在我身上比了比, 你不知道, 当时见你的时候, 妈妈见你的牛仔裤都洗得发白了, 心里真是, 她一顿过来摸了摸我的头, 轻叹, 以前想你的时候, 不知道你长得多高了, 穿什么马的衣服, 只能凭着想象给你买, 现在好不容易回来了, 当然得多买点了, 楠楠就当满足妈妈了, 好不好? 我只能和我爸一样, 双手投降, 都听您的, 对了, 通知书好像快到了, 张老师说到时候可能会有媒体过来, 我妈笑得开怀, 那更得给我们家楠楠打扮得漂漂亮亮才行了, 第二天, 录取通知书如期送达, 果然还有负责拍摄的小哥, 我爸妈和老张都激动得不行, 然而, 我刚刚从快递小哥手里接过通知书, 就听到一道哭骂声, 吴念, 你居然真的这么狠心, 我一抬头, 就看到养母神情激愤地从人群后冲了过来, 可惜现在这个样子, 都是你害的, 都是你, 他怨恨地瞪着我, 恨声, 他们说的没错, 你果然是头养不熟的白眼狼, 周围人反应过来, 连忙拦住了他, 但镜头还在拍, 我冷眼看着, 真是没想到, 最先发疯的居然是他, 这是在干什么? 老张率先站出来, 皱着眉, 我记得你是吴可欣的妈妈对吧? 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 怎么能这么骂孩子? 我养了他十八年, 我当然有资格这么说他, 他所有的修养, 在此刻当然无存, 一字一句都尖刻锋利, 可欣现在闹绝食, 你满意了, 高兴了, 我爸妈把我拉到了身后, 但没想到, 先开口的居然是老张, 你说够了没? 老张沉着脸, 这一句直接把我养母 惊得闭上了嘴, 吴可欣自己做, 和其他人有什么关系? 我告诉你, 有些话我早就想说了, 以前我还以为 你们只是单纯的偏心, 现在才明白, 根本不是那回事, 老张情绪上来, 脸色发青, 狠狠拍了一下桌子, 当初吴念中考考得那么好, 完全可以去省重点的义中, 但你们是怎么做的? 你们让他去了五中, 就为了陪你那个 不上镜的亲生女儿, 要不是他自己努力, 早就被你们毁了, 真正坏了良心的 不是吴念, 是你们。 原来那天, 吴可欣当众掀了桌子后, 晚上居然没回家, 还关了机, 挽起了失联。 他爸妈动用了 所有能动用的关系, 请了很多人帮忙, 才在第二天晚上, 在一个酒吧 找到了喝得烂醉的吴可欣。 回去之后, 吴可欣拒绝和他们交流, 最近几天, 甚至已经发展到 以绝世相逼, 说什么都不愿意待在家里。 但他们怎么可能会同意? 听老张这么说, 我羊母脸上 闪过几分慌乱, 急急反驳, 哪有的事儿? 我们那时候只不过是想着 姐妹两个在一个学校, 能彼此照顾, 老张气笑了。 他们两个根本不在同一个班, 而且吴可欣走读, 吴念三年住宿, 谈什么照顾。 高中开家长会, 你们从没来给吴念开过, 我一问, 次次都在吴可欣那边。 你们根本不配当吴念的父母, 我爸下河紧绷, 我妈偏过头, 飞快抹了一下眼睛。 这些事, 此前他们并不知道。 我捏了捏我妈的手, 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您看看, 北大的录取通知书 是不是特好看? 这话一下刺激到了我羊母。 她悠悦而恼恨地 死死盯着我手里的通知书, 高声哭喊。 不管怎么说, 起码我们没短了她吃喝吧。 再说, 要真是影响到了她, 她又怎么可能考得上北大? 可惜现在成天把自己锁在屋子里, 我们也不敢放她出去。 你们知不知道, 她失联那一天, 我找了她一整晚, 一天一夜都没合眼。 我爸忽然打断了她的话, 一手指着她, 你只是找了一天。 那你知不知道, 我们找了嫩嫩多少年? 整整十八年。 许是因为害怕, 我羊母身体抖了一下, 哭嚎的声音戛然而止。 我爸胸膛剧烈起伏, 声音都在发颤。 你说你们养了男男十八年, 真是可笑。 是我们求着你们帮忙养的吗? 是你们买走了男男, 又觉得她多余? 是你们害得我们一家, 分离了足足十八年? 你现在怎么有脸, 在这里说出这种话来? 你现在立马从这里消失。 以后再来骚扰男男, 别怪我不客气。 我拿到北大通知书的视频上热门。 因为除了官方媒体发布的那一段, 还有一些其他视角拍摄的视频流传到了网上。 包括我养母来撒泼闹事的那一节。 看八卦凑热闹是人的天性, 尤其是这种, 简直是众人最喜欢的茶余饭后的谈资。 评论区乱成一团。 卧槽, 这什么精彩大戏。 我没太懂, 这意思, 这小姑娘其实是被拐卖的。 但是养父母后来有了自己的女儿, 又嫌弃她的存在了。 什么养父母? 那是买家。 还有说她嫌偏爱父的, 明明是人家亲生父母, 找女儿找了十八年, 终于团聚了。 哪里是他们说的那样? 这个是我们五中的张老师, 教了一辈子书了, 很受敬重的。 我和他们同校不同班, 都知道吴可欣每次惹了麻烦, 都是无念帮她的。 什么照顾? 他们家这纯粹是买了个丫鬟, 送自己亲生女儿呢? 一码归一码, 她养父母和亲生父母之间的纠葛先不说, 我就是好奇, 一个没上过五百分的学渣, 到底是怎么考出七百多分的? 这条评论一出, 迅速冲上热门。 然后, 五中放出了我被北大录取的祝贺视频, 以及我高一的入学成绩, 也就是我的中考分数。 大家可能不太清楚, 无念同学当初中考是以全市第五的成绩, 报考了我们学校的。 全市第五, 这样的成绩, 怎么可能去一所普通高中? 骗人的吧? 楼上的, 我是无念和无可心的初中同学, 我可以证明这是真的。 听说是因为无可心身体不好, 无念身为姐姐, 为了方便照顾她, 就一起去了五中。 这事儿当年很轰动, 我们那一届学生基本都知道。 也有一种说法, 说他们家条件不是特别好, 五中给无念发了一大笔奖学金, 他就去了。 什么条件不好? 别人家亲生父母砸锅卖铁, 也要送孩子去最好的学校, 他们这算什么? 果然不是亲生的不疼, 网络上的风向转得很快, 校长办公室里老张端着水杯, 感慨, 那时候无念几乎是以满分的成绩入学的, 结果不知道为什么, 开学一个月, 成绩就开始下滑。 那时候我还以为是因为突然来到高中不太适应, 想把他的成绩往上提一提, 结果还是没什么用。 到了高二分班, 他选了理科, 更是一落千丈。 他说着, 看向我, 你那时候故意的, 是不是? 我认真到, 别人不都说女孩子不擅长理科吗? 就算以前成绩好, 分班以后肯定也不行了。 这很合理, 嗯, 还嘴贫, 老张哼了声, 常规作业能写三分之一就不错了, 为这个我还生了好久的气, 就觉得他不知道上进。 老张那时候确实找我谈了很多次话, 每次看我的眼神, 恨铁不成钢。 那您的气也没白生不是? 要不是您的尊真教会, 哪有我的今天? 当时中考成绩出来后, 吴可欣就爆发了, 在家里又哭又闹, 还摔东西, 说什么都不愿意再去学校继续上学。 养父母劝了又劝, 哄了又哄, 最后决定让我放弃一钟, 和吴可欣一起去五钟。 我在卧室的地板上坐了一晚上, 同意了。 在那之前, 我就知道吴可欣不喜欢我比他出色, 但那天之后, 我才明白, 原来连父母也是这样想的。 我不想再看吴可欣闹腾, 也不想再听他那些阴阳怪气的话语, 就选了一条他希望我走的路。 上了高中, 泯然众人。 他知道我成绩下滑, 知道我开始不写作业, 知道我被叫到办公室谈话, 但他不知道, 我只是不把时间浪费在那些重复性的题目上, 也不知道每次全是联考的卷子, 我都能倒背如流。 老张瞪了我一眼, 嘴角却忍不住扬了起来。 幸好你自己知道该干什么, 都该干什么。 这三年, 没白教你。 和校长合影完, 我回了家, 却看到爸妈正坐在客厅沙发, 气氛凝滞。 爸, 妈, 怎么了? 我奇怪问道。 我爸沉默了好一会儿, 抬头看向我, 一字一句道, 南南, 当年拐卖你的那个人贩子找到了。 他和你养父是远亲, 我脑子一空。 什么? 我妈眼泪瞬间掉了下来。 南南, 当初你在医院被他偷走拐卖, 就是他们早就串通好的。 他们想让孩子想疯了, 就联系了那个人, 让他提前在医院踩点, 本来是打算报另外一个男婴的。 但是那家人多, 他一直没找到机会。 我以为他是一个人去生孩子, 还觉得他可怜, 拿了不少东西给他。 谁知道, 谁知道, 我妈声音哽咽, 没有再说下去。 但这些已经够了。 原来是这样, 原来是这样。 我点点头, 居然有点想笑。 那, 法律上会怎么判? 我妈苦笑, 他们只是买方, 完全可以将自己撇得干干净净。 这一下, 我真的笑出声了。 也就是说, 他们做了这些事, 最后却不会遭受任何惩罚。 好, 我知道了。 我拿纸巾帮我妈擦了擦眼泪, 既然人贩子已经被抓了, 咱们就安心等他判刑就可以, 也别想那些不开心的事了。 对了, 老张说, 学校想请我回去做个演讲, 分享一下学习经验, 您和我爸一起去吧。 演讲是在五中的操场, 下面密密麻麻做的, 全是高一高二的学生, 旁边还站着很多家长, 另外还有些来凑热闹的 已经高考完的同学。 我在后台等待的时候, 听到有人在议论, 这排场真是够大的呀。 那可不, 毕竟是五中历史上第一个北大, 校长他们当然要抓住机会 好好宣传了。 哎, 网上那些事你们看了吗? 真想不到, 无念的养父母居然会那么对他, 估计他们现在后悔死了吧。 我听朋友说 吴可欣现在还天天在家里闹呢? 亲生女儿溺爱成了废物, 不喜欢的养女却上了北大。 真是亏大了, 换成我, 肠子都毁清了。 老张趴抬我肩膀, 吴, 楚月, 怎么样, 稿子都准备好了。 我点头, 好了。 老张嘿嘿一笑, 行, 等会儿好好表现。 写这么一篇稿子, 对我来说再简单不过。 顺利念完, 就进入到了自由提问的环节。 我选了前排一个瘦瘦小小的女生, 她拿着话筒, 看起来很紧张。 学姐, 我现在已经是一名准高三升了, 距离高考只剩下不到一年的时间。 我想请教你, 怎么在考试的时候保持心态的平衡和稳定呢? 很简单, 尽自己所能, 做好一切准备。 拼过了, 尽力了, 心里就有底气。 我笑了笑, 其实高考前一晚, 我正巧从我养妹那里得知, 我不是亲生的, 我的爸爸妈妈另有其人。 但最后我还是顺利完成了考试, 考出了让自己满意的成绩。 整个操场一片死寂, 无数人表情震惊地看了过来。 所以你看, 只要你做好自己该做的事, 属于你的, 终将属于你。 这段话被人发到了网上, 一旦激起千层浪, 连带着他之前的那段采访也被翻了出来。 卧槽, 高考前一天说这个, 敢说不是故意的。 这是故意搞人家心态, 想让人考杂吧。 真恶毒啊, 就算不是亲姐姐, 也不至于这样吧。 看看之前那个采访, 也是话里话外暗示人家贤贫爱妇, 导致人被网爆。 这人真是可怕, 无念, 无可心。 这名字一看就知道, 喜欢哪个, 不喜欢哪个呀。 我听学霸小姐姐演讲上, 自我介绍是楚越, 这名字一听, 就很期待她的到来呀, 亲生父母和养父母, 果然是不一样。 自己活在泥潭里, 就看不得别人好, 要拉别人下水。 哦哦哦, 那个, 无可心的联系方式我有, 谁要? 免费共享。 这条下面回复, 很快破了500。 然后, 我爸接受媒体采访的视频, 也发出来了。 他和我妈站在一众寻亲人中, 举着的横幅上, 是一张张放大的幼童的照片, 每一张照片旁边, 都附带着这些孩子的资料。 现在我们家楚越回来了, 当年拐卖他的人贩子, 也已经落网。 仅仅是我们知道的, 经他手被拐卖的孩子, 就有十几个。 其中大多数都是买方主动联系他, 让他帮忙物色拐卖小孩的, 我们家楚越也是这样, 刚出生就在医院被偷走了。 我爸面对镜头, 大男人红了眼眶, 神色却坚定无比, 我们会继续帮助这些 没有找到孩子的家长, 希望孩子们都能健健康康地回来, 一家团聚。 同时也希望这些人贩子 全都受到法律的严惩, 买卖同罪。 几条新闻连在一起, 吴可欣一家瞬间成为众矢之地, 无数网友直接把他们一家三口冲了。 很多人往吴可欣父母的单位 打电话投诉, 小区里的邻居也对他们十分唾弃, 指指点点, 不愿再和他们来往。 他们白天只能大门紧闭, 连门都不敢出。 亲戚怕受牵连, 也纷纷和他们划清界限, 以前尚赶着讨好的那些人, 现在都对他们避之不及。 一星期后, 他们两个相继被辞退。 闹出这么大的丑闻, 本来就已经很丢人了, 现在还影响到了单位, 谁不会权衡利弊。 我甚至还在网上无意间刷到过他们家门前, 被人扔了烂菜叶和臭鸡蛋的照片, 大门上贴着白底血字。 买卖同罪。 听说吴可欣实在是忍不了了, 跑出去和人大吵一架, 结果越吵越激烈, 直接打了起来, 最后连警察都惊动了。 更关键的是, 当时他还动用了水果刀, 给人家肚子上来了一下, 故意伤人。 他的档案里, 永远留下了这耻辱的一笔。 我陪着爸妈回了北京, 去北大报到的那天, 听朋友说他们一家已经搬走了, 还和周围人都断了联系。 我抬头, 地空如洗, 阳光灿烂。 我妈一边走一边道, 这北大爱也太大了, 我腿都走酸了。 我爸择了声, 要是你脸上的笑容收一收, 这话还有点可信度。 我妈撑了他一眼, 又冲我招手, 兴冲冲道, 男男, 咱们去为明湖拍个照留念啊。 我笑着走了过去。 好啊。 从此, 告别过去的一切, 与未来相拥吧。